老后破产是根据NHK电视台的同名纪录片改编而成 长寿本来是件好事 可是当一个人孤独的老去 还发现自己越来越穷 濒临破产 长寿就变成了噩梦 这就是老后破产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的 在日本 很多老人靠着微薄的养老金勉强度日 钱不够花 就每天只吃两顿饭 不敢去医院看病 也没有人照顾 本书将这些老人的境遇称为老后破产 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却万万没有想到 晚年竟是这样的光景 有些老人甚至感叹 人总有一死 那还不如早点死了赶紧 我根本不想要什么长命百岁 在日本这样一个高度发达 社会保障健全的国家 为什么还有老人会老后破产呢 对他们来说 长寿意味着怎样的噩梦 老后破产的困境 是否有办法可以破解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说说 由于视频中涉及的钱款金额较多 为了方便理解 我们统一按照一日元等于0.06元人民币的汇率 换成人民币来解说 在纪录片中 80多岁的田代先生 独自居住在东京的一栋老公寓里 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繁忙 终身未婚 现在父母都已经过世 和两个亲兄弟也多年都没有联系 田代先生完全依靠着养老金生活 每个月的养老金 大约是6000元人民币 看起来并不少 但是从中除去水电煤气等支出 以及3600元的房租 生活费就只剩下1300元左右了 而在东京 一碗拉面的价格就要五六十元 这点生活费只购买20来碗拉面 所以田代先生不得不在伙食费上筋打细算 平时午饭 他就只吃一个饭团 到了养老金发放的前几天 因为钱用光了 只能顿顿吃最便宜的光面条 除了伙食费 另外一项能节约的就是电费了 几个月前 因为没钱交电费 田代先生被停电了 但是为了省钱 他并没有去供电区补缴电费 重新通电 现代社会里 过着没有电的生活 实在无法想象 洗衣机用不了 所以衣服都是手洗的 在炎热的夏天 空调没法用 所以房门就一直开着 让外面的风 多少能够吹进来一些 田代先生对自己说 现在这样活着 说实话 也不知道 到底是为谁活着 在日本 像田代先生这样破产了的 独居老人并不在少数 2014年左右 日本孤身生活的老龄人口 已经达到了约600万人 约有一半人的年收入 低于日本的最低生活标准 这其中 有200多万的独居老人 就像田代先生一样 只靠养老金生活 日子过得非常拮据 贫穷成为 长寿老人们的噩梦 在采访中 很多老人竟然有着相同的愿望 那就是一死了之 首先导致老后破产蔓延的 第一个原因 就是独居老人数量的持续增加 根据世卫组织的定义 65岁以上老人 占总人口比例超过21% 就是进入超老龄社会了 而日本早在2007年 就已经进入了超老龄社会 2010年 2.6个日本劳动人口 要抚养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 到了2030年 将是1.7个劳动人口 抚养一位老人 而且这种老龄化的趋势 还在加剧 更火上加油的是 独居让养老变得更加艰难 因为过去日本的传统家庭 祖孙同堂 老年人的养老金只是零花钱 生活都是儿女共挤 老人如果生病卧床 也有家人陪伴 也不需要多花什么钱 但是近几十年来 日本家庭日趋小型化和少子化 老人开始不和儿女们居住了 到了1980年 日本三代同堂的比例 下降为60% 2013年就只有10%左右了 三代同堂的家庭越来越少 所以老年人的生活开支 基本就要依靠自己了 养老金不再是零花钱 而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老后破产蔓延的第二个原因 是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缺陷 日本的养老金制度主要分成两块 一块是国民养老金 原则上 所有20到60岁的人都要参加 年满65岁时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参加年数 领取额度不等的养老金 全额领取大约是每个月4100元左右 另一块是社会养老金 由企业正式员工加入 费用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支付 缴费金额是按照本人工作期间收入的 一定比率计算的 但是在企业工作年限的长短 以及企业是否按照规定 足额缴纳等因素 让不同的人领取到的 社会养老金的金额差距很大 日本在1961年开始制定养老金制度时 独自生活的老人还很少见 我们刚才说过 当时家人一起生活是理所当然的 在某种程度上 那时候国民养老金的额度设立 是以家庭赡养功能在发挥作用为前提的 所以只有4000来块钱 到了现在 社会结构已经明显改变了 但制度还是50年前的 这也是导致老后破产现象 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原因 同时在过去的近20年间 因为经济衰退和老龄化的原因 劳动人口的数量和年收入在持续减少 这就意味着养老金缴费金额和人数在减少 领取养老金的人却越来越多 养老金收支严重不平衡 所以减少养老金的支出 已经是日本的当务之急 目前日本在控制社保支出的 国家方针的指导下 逐步降低养老金的支付额度 这就导致了老人可以收到的人均养老金 也在持续减少 养老金不够用了怎么办呢 日本政府其实还提供第二重保障 名叫生活保护 也就是日本的低保 政府对生活在基本保障线下的穷人 和各种弱势群体直接发放金钱 以此保障他们享有最低限度的生活 日本政府还规定 如果养老金的金额在生活保护标准以下 就可以享受生活保护 在日本各地 老人们的生活保护标准 基本上每个月为6000元到3800元左右 也就是说 一个老人的养老金如果低于这个标准 就有权领取差额不足的部分 并且一旦接受了生活保护 医疗费和护理费也将全部免除 这也能省不少钱 但实际上接受生活保护的老人 却只占很少的比例 因为接受生活保护 主要有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不能拥有自己的房产 二是不能拥有存款和股票 因为这两项都属于个人资产 而有个人资产的人 是没有资格申请生活保护的 但对很多老人来说 自己的房产是充满了回忆的家 是没有办法放弃的 银行里的那点存款呢 也是存了一辈子 将来要留给自己办后事的 所以再苦 他们也舍不得卖房子 或者把存款花光 这也就申请不了生活保护了 老后破产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疾病 采访中 很多老年人异口同声地说 只要身子骨还好 总会有办法的 可是一旦身体动不了了 老后破产就会立即到访 可以说 疾病是老后破产的一个主要原因 很多老人得的是慢性病 虽然不至于致命 但是却导致生活难以自理 请人照顾的话呢 护理费又是一笔开支 由于钱不够用 很多老年人就选择不去医院治疗 头疼脑热的就自己忍着 虽然日本的医保制度 能够让老人享受大额度的折扣 但一些老人 连几百块的医疗费用 也难以支付 护士和医疗社工表示 就实际感受而言 因病导致经济困难和破产的老人 是越来越多了 最后一个导致老后破产蔓延的原因 是个人情感上的 也就是日本特有的义理文化 它讲究自立自律自强 尽量不要寻求别人的帮助 所以日本人总是把 给您添麻烦了 这句话挂在嘴边 这种义理观念 让很多老人觉得 伸手跟国家要钱 会有罪恶感 是给国家添麻烦 为了保持自尊 就只能忍着 那么面对老后破产的局面 日本人如何应对 做了哪些尝试呢 他们第一个尝试 是改进社会保证制度 让老人不必非要卖掉房子 就能申请保护 目前生活保护的申请标准 已经开始有所松动 如果老人的房屋非常老旧 或者价格非常便宜 就可以被认定为低价值财产 老人们可以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申请最低保护 在东京 这样的案例正在增多 第二个尝试是以房养老 类似我们中国说的盗案街 如果老人还想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并且他们的房产价值较高 那就可以尝试这个办法 根据逆向抵押制度 政府等机构 会用老人自己的房子做担保 借钱给他们 合同到期或者到期前老人去世了 就把房子卖掉 偿还借款 对政府来说 因为可以在贷款人去世后 回收借款 不会造成很多的财政负担 所以政府乐意积极推进 老人在这方面也很积极 因为只要审核通过后 每个月可以领到最高近两万元的现金 直接汇入账户 还能够在已经住惯了的家里 一直居住下去 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假如合同到期 老人还在世 那就麻烦了 老人得重新找住所 到那时 可能又将面临另外一场噩梦 所以第三个尝试 是给老人提供多样化的居住选择 日本政府在推进适合老年人的低价住房 比如公营住宅 类似于我们说的连租房 这种房子的房租 根据收入来定 等于低收入的老人 每个月的房租大概只有600多元 又比如 日本政府还在加快建造 特殊养护老人院 给需要特别护理的老人居住 不过实际上 老后破产问题将要冲击到的 可能远远不止65岁以上的老人 在本书的最后 作者向我们抛出了一个更为沉重的现实 老后破产问题 正在进一步的蔓延到工作人口 由于经济衰退 日本近20年来工作人口的平均收入 持续减少 又穷又忙 依靠父母养老金生活的人 正在增加 而一家两代人都依靠养老金生活 一旦父母老后破产 就会让整个家庭都陷入贫困 如果找不到解决之道 那么老后破产的规模将越来越大 老后破产 名为长寿的噩梦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视觉坏阅读 让读书变得更简单 锦辉试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